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开播大彰化新闻 我是索佩祖 今天是新年112年12月29号 既年11月17日第5号 新闻一开始 咱们就先用30秒来看看 今天一个中央新闻 上次温暖港的时尊 在台中的外海 得到1万5千位欧喜 推出打卡就算欧喜卡在外面 要来回贵消费者 敬酒中华境关三百年 中华关键副基盘章表格式典 透过作为科技鼓动来典显章表格式典 SBL超级男球联赛 第21个月就没开始 29号上后 中华博力力男球队 调开记者会 表示中的体制最好的表现 新闻头一条来关心 上次温暖港 游戏团来 大风修的好消息 红队8号期准 在台中的外海 得到1万5千位欧喜 打破西港丹杂 得到欧喜的记录 尊重黄超群标识 亚信欧喜不仅已经 进一步生 这次为了回贵消费者 推出打卡就算欧喜卡在外面 嘉宾将这回欧喜 虚心在海上作业 收盲爱西纸 将一部和一部的大欧喜 幽起来 大欧喜的准控 让整个人都欢喜到变贵 虚心在八号喜纸 在台中外海 得到回贵的欧喜居 这次中间 颠到1万5千位的缩丢 也来打破中华喜港 丹杂颠到欧喜的记录 黄超群标识 不过欧喜居 刚才费油到台湾本土富家 所以他股台湾可以再费十天 大家结束今年的费金几日 想要吃亚信 背米欧喜 来把最好时间 背鱼的优点就是 吃起来的比较不炒土味 也比较不炒油味 他的油筋 他的油筋也比较丰盛 哇 很大 今年的纸真的很大很漂亮 而且颜色又很漂亮 他的特色就是 每片的颜色都不一样 但是他的成熟度的问题 所以即使像老涛的话 会喜欢吃谁色的 因为他会有咬久了 咬到嘴巴里吞进去之后 还会有一个回甘的味道 但是年轻人就会比较偏向 喜欢淡淡的颜色 会比较倾向 风产喜业的投给牛标识 为了会开消费者 这次就会特别推迟 打卡送欧喜靠的活动 所良有限上网络 欢迎大家到这里来庆祝大风修 大家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帅帅彩虹不得 楼下来庆祝文化 点显在美術館里面 中华广政府県久见关三百年 专门这个庆祝的结束店 它过专门的结束 以及所谓的合同世界 让观众可以感受到 庆祝文化的比例 这次展览是以现在过去 未来时间走的一个发展 借由彰化引以为傲的 人间国宝 还有新传奖传统工艺 以及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 他们的一个作品 作为起点 那我们就透过 我们的这个庙宇文化跟文物 探索我们传统工庙里面的 这个文化的美跟一个意涵 整个这次展览的 陈小军老师 本身就是独工人 希望透过这次展触 让更多年轻人 走进来的美術館 也用电影的 随意起AR AI 所谓科技 互动设计 发现公表结束的 武汉美典 我们希望借着传统 跟当代的对话 能够让大家知道 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 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 五楼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 一个科技互动的一个区域 我相信这个是对张美馆来讲 从来没有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特殊的 一个跟大家可以互动的一个方式 用科技 等于是科技跟艺术的结合 文化局机出 幻想三个电载的地方 按底玻璃的担通 宅乐 这些科技一直到 好东西的领导电载 到过去 到过去 也不像声音的 創作式转化 讓觀眾感受宮廟結束之美 了解不同世代的宮廟美學 保障新聞 戰中華 彩虹保登 讓民眾 也讓民眾要選到的人走到的路 跟進選舉 戰向全國 很多為民進黨這個管理院 作為北斗 黃秀芳公布上新的 鄉雄鴨皮 用心聽 認真做 請別 就因為你到佩甲剛來入瓦 選擇也變得更加劣 黃秀芳公公 合表鄉雄鴨皮 主要的訴求是要打一張 牽涉選舉 請行為選風 沒辦法 沒優補條 面對共結局分選 黃秀芳人為選民的白酒是金的 最要一定會選到的人 今天記者會的訴求 就是我們要打一個乾淨的選舉 正向旋風 我們也不抹黑任何人 也不拉布條 也不擦旗 希望說每一次的選舉 都是一個正向的 那我的對手一直在抹黑我 將我2017年在立法院的質詢 賀成旦部長的時候 斷章取義完全抹黑 甚至在各個大街小巷拉布條 抹黑修方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民眾 眼睛是雪亮的 能夠去分辨什麼是抹黑的訊息 什麼是抹黑的文宣 不是方向調 當期一代的核武精神就是用心聽 眼睛做 也不會做負責 不會包工程 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核武選民 每一個人建立和他們的目的不一樣 他建立和他們的目的 就一個就是核武鄉親 土壤的新聞 電線通話 蔡航博德 何比博英高修基盤百年好章 台北基盤三台東東出米館主委 沖光華東 秀串一個帶鄉親下去導致的現場 我是劉青甸 我是蕭美金 20024年這場選舉 是關系台灣可以穩定向前的關鍵選擇 國家需要有經驗 可以和世界高翁的領導者 警察支持 守候台灣 穩健進步的 劉青甸 蕭美金 拜託 謝謝 新尾立法委員 守候不拜訪月期 我也是兩個小孩的媽媽 跟所有的父母一樣 希望為我們的小孩 可以做到更多 對他們做過的成績 守候一定專力以赴 讓他們實現 相 nouveaux 對他們社交平 希望希望對他們說 他們都在牠夯 izing 有 experiênci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在中华渣的辣座比赛中庭博冠 中华薄莉莉纳区队 中华薄莉纳区队 中华薄莉纳区 转的衣服在场好享受 因为我们选择一个在地经营的方式 像上一季 其他上一季 HBO总共有在五个地方有比赛 那其实大家可以发现热度最高的还是在彰化站那六场 那六场几乎是长场满场 那我们其实当然是有发动一些在地的亲友来支持 但是我们手上的门票也没那么多 那我相信那个现场自动自发来的也蛮多的 转离出现这支球队的冠与会在镜与点栏目标识 中华载带的球队如果在镜与点头有真会表现 过去这段时间也请立中华的航空来合作推动 在10万里的发展 那我非常高兴去年福利亦来到彰化以后 落脚以后 那整个团队都很用心在经营 这个落地化 那跟学校的校园也都做了很多的互动 那跟这边的小朋友也都做了很多的互动 然后全部的 全部的这些彰化的球场 他们都去跑透透了 那所以那也在彰化培养了很多在地的球迷 今年中华玻璃里在在主庭中华站会有着地面的赛事 主庭馆、中华馆、体育馆 会到有10千人进党 希望中华和中博的客乡亲 会感受到中华玻璃里 即使夏天救援在哪儿救援赛对救望上的冠心 进党为在地的生死救队加游 桌上新闻 今天中华 彩虹报道 为了影哲百九年好轻 和美波英国秀 特别基盘三代当当处美环主委冲关华东 家族三代讨过一辈的互动游戏 作会冲关 尤其亲祝籍感的鼓励 为了他们的波英国秀 冲好百年的大日子 和方情深色的一段传的庆祝华东 这次的特别基盘三代当当处美环主委冲关华东 旅游包括前面的男孩飘 打甘露顶游戏 让阿公阿嬷带到小孩 孙子到上去逛 你比较厉害喔 透过一些同玩的活动 比如说打陀螺跳房子 让长辈能够利用他们儿时的这些游戏 跟我们的下一代进行一个交流 因为很多的学生现在只会打战斗陀螺 不会打一般的陀螺 那我们也希望透游长辈来教导这些孩子 然后一起来促进这样子的亲子感情 冲关游戏中教材关卡 另外学校有车转人来设家庭商品 作为企业 我当行中来的冠冠 是要勾起我们小 我本身小时候的回忆啦 就是像一些 打甘露啦 打一把活动 公开的都是跟校长 跟老师主任他们的精心策划 希望说今天来参与活动的各位阿公阿嬷阿喜公 家长同学人都能够玩得尽兴 我们便宁的4月20号 把人孝敬的那一天 诚恳的邀请我们的校友 以及各位贵宾 共同的参与我们的把人孝敬活动 孝敬志好听之次 真真感谢高苏团队和志願团队 共同社会和党办这些文庆的冲关活动 除了让好友可以回忆 以前的时光 也希望这次来真正庆祝活动 有我家里的人之间的鼓励 最重要的是爱好友好友 每年爱月等来背影 近百年好庆 大众华西门也方无 何必彩虹报道 说到来当晚 邀请到客气老师来教大家 简单个趣味的客位 我们现在就到地来去看看 我们现在就到地来去看看 好年轻省期 欢迎收看 学年轻省期 来 去台风格 去问你 我会教台阁给你 险天 天无恩 险天 天无上 它的意思是说 呼天换地 也得不到回忆 比喻处境困难 求助无门 举例来说 小胖 因为投资股票 没有想到 遇上了金融风暴 所有的积蓄啊 都化为乌友 让他 向朋友大吐苦水说道 险天 天无恩 险天 天无上 这下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要把天换地换一拜 险天 天无恩 险天 天无上 险天 天无上 按这些 长内了 何必和党国秀基班 好庆待会 邀请主审党委到 进来参加好庆华东 享言爱心 休闪一下 马上回来 2024秀水盈隆 龙藤银村 元旦建行活动 Let's go 一年一度的秀水箱 元旦建行活动 今年将扩大举办 有精彩的宜队迎起 更有元旦特色市集 活动好吃 好看 更好玩 我是收水乡丁尼明家 2024云旦建行 活力量秀水 欢迎乡亲到进来 设定这位领来 政策到我们中华本第一车 右耳高音中心 全国最长的自行车步道 要牵涨的目的 没有人敢做 或许做到了 也实现 国民运动中心 中华本 外民的身体健康 我来做 台中捷运延伸到彰化 它是在彰化市的外围 其实对整个彰化市的发展 帮助没有那么大 马礼化infection 开始 台北的大传华新闻 等我继续来看 何比何当国稍鸡班 23周年后境太会 今年是 die挑战 George 要接着围主地 也要笔合逢蜂推动的 例行三好温东 邀请祖先团队来到好好 参务浩庆华东相应公业 合并和当国师的办理 23周年浩庆台会 今年以挑战主务 爱的建立为主帝 金青苏新和社区民众 总共4千多人参务 现中乐的冠冠 在孝庆当天也邀请了 10多个慈善单位 我们一直觉得校庆是学校的生日 我们希望将这样的幸福 带给周遭的每一个人 我们需要拥金的 大概将近4千多位的亲师生 也谢谢大家热情的参与 我们深信每一个人 尽一份小小的力量 我们都可以让台湾变得更美好 今年是浩庆运动会 除了浩庆在运动中心 典型红菜一花 也结合合党友爱 立行三好种籍 也请十几个主席单位 再会来参加浩庆运动 和到情绪性 兴影机会活动 再会做公益 大众华新闻也方有 何必彩虹报道 今天是保命防灾一百多的专题 由专业的萧庆运动会 来教大家了解 如果是在台湾 应该可以如何来应用 我们这回来了解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安康分队队员龚俊伟 欢迎收看保命防灾一把抓 大家知道发生地震时该如何自保吗 我来跟大家做分享 地震会产生剧烈摇晃 第一时间要做的不是向外逃生 而是就近寻找掩蔽 最佳的避难动作就是保命三步骤 趴下 掩护 稳住 第一 一趴下 主要是将重心压低 避免因地震摇晃而跌倒受伤 第二 因就近寻找隐蔽或者躲在墙角 并且可以用随身物品 或者用手来保护头部以及颈部 第三 稳住 若是躲在桌子底下 要握住桌角 当桌子随地震位移植 桌子下的人 可以随着桌子移动 形成保护屏障 当然 发生地震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任何地方 所以消防署帮我们归纳出九种场域环境 例如在房间 没有桌子的地方 商场 电影院 教室 人行道 办公室 郊外等等 我们都可以套用保命三步骤 来确保安全 由于现在的房屋 耐震力提高 很多在地震中受伤的人 大多是家里面的家具倾倒 位移所造成的 因此 在各居家空间内 减少放置物品的数量 以及将物品集中收纳 就是最好预防受伤的方法 也可以使用辅助器具 防止家具翻倒 掉落或移动 达到降低受伤风险的效果 接下来为大家做辅助器具 类别种类的介绍 第一 支柱式固定器 设置在家具和天花板间 第二 链条 连接挂式照明灯具 防止掉落 第三 L型金属零件 将家具和墙 柱子或地板固定在一起 第四 横杆 固定在书架上 防止书籍掉落 第五 除柜门 防止开启器具 将可开启的柜门固定 防止柜子里面 物品掉落或打破 第六 固定垫片 用于塞在家具的下方 使家具向墙壁倾斜 第七 卸妆式移动防止带 连接家具和墙壁 以及固定家电 以上 各位观众朋友 可以选择适合自己家中的 固定器材种类 预防灾害的来临 另外 家中应准备紧急避难包 最好家庭成员一人一个 主要适用于求救 以及延长待救的时间 以下为大家介绍内容物品 大致可分为干粮 最好准备三天的量 饮水 防疫物品 证件饮本 急救箱 包含个人的药品 防含衣物 紧急照明 零钱 收音机等等 可以依据个人的需求做调整 若家中有婴儿或宠物 也可以放入适当的必需品 记得要定期更新 以免过期失效 最后 如果需要外出避难 除了带上避难包 最重要的是 记得穿上鞋子 以免路上尖锐物 碎玻璃 刺伤 而影响逃生 以上 提供给各位观众朋友 做参考 继继续来观处 今天 减后 高菜池林维 告一顿 今天 他一会中 高一量 是133公吨 面前 他一会给我介绍 西面公斤 16块4 继续来看上一层 高一顿 前 花菜最多24.5元,最多16.9元,最多13.5元 花贵最多60元,最多51元,最多37元 花贵最多17.5元,最多16.7元,最多14元 花贵最多50.8元,最多35元,最多24.6元 花贵最多40元,最多27.4元,最多19.5元 花贵最多28.6元,最多25.9元,最多20.8元 花贵最多15.1元,最多14.7元 花贵最多39.9元,最多25.5元,最多17.5元 花贵最多15.2元,最多15.3元,最多8元 花贵最多59.9元,最多44.9元,最多26.7元 花贵最多50.9元,最多36.9元,最多22.4元 花贵最多50.9元,最多36.3元,最多22.0元 先來關心空氣狀況,吹偏東風,塞半部的危險 稍微來累積,因此中部和分架南地区的空氣 品質都是在普通的頂級 另外天氣方面,明天在半部和當半部氣溫 稍微回聲,當半部地区有局部的地獎好 半部地区以中部的山區也有機會落後 吉他地区市多分 中文字幕提供 以上就是今天的凱布大中华新聞 感謝鄉親朋友收看 我是蘇貴族 咱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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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街遊改造計畫 這是一個勸人向善 關懷社會角落幫助他們 重新融入社會的優質節目 這裡就有一位需要幫助的街遊 你好 請問你當街遊多久了? 雜難 請問你每天三餐都怎麼解決的呢? 雜難 請問如果可以重來 你還想當街友嗎? 雜難 只要從我遇到她開始說起 我還沒有問你故事 她在交友軟體密誤 說我風情萬重 是可遇不可求的 百年男的一件美女 這個無話你也相信 她說沒遇過像我如此美貌與才華集一聲 自信又謙虛 美貌又不奪母 豐滿又不過胖的少女 希望我可以給她一次機會認識我 就算不行 只要看她一眼她就死而無憾了 掰掰 等他媽都讓我講了 那邊好好說 對不起 於是我們就自然而然的聊了起來 她是中國的小哥哥 身高180公分 職業是醫生 長得像孔流姓 卻是打籃球 我們自然而然的走在一起 她說 為了我們的將來 希望可以一起投資賺結婚基金 或是買可愛的小窩 她能為我們的未來打算 我當然很開心 所以我就聽她的建議買了比特幣 目前聽起來都是很好的發展 你怎麼會弱得如此下場呢 之後她說比特幣賺得太慢了 要我把比特幣轉到另外一個平台 NASDAQ 交易活力可達百倍 第一個月就賺了5%活力 她也有出金給我 我以為找到了制服密碼 就放心了 一直把錢都轉進去 沒有再要求出金 打算賺到第一桶金之後 再一次轉出來 省手續費 就這樣交往了一年後 我看我們的經濟跟感情都穩定了 是時候拜訪他們家探探婚事了 精彩的來了 沒想到她一直聲稱 父親生病不變健康 根本沒有父親 我說那我們可以先見面同居 試壞也被拒絕 根本沒有朋友 不要求她先出金給我 她也說不方便 根本沒有錢 結果我就不放鬆 那眼睛都不想打 才有事 最近只是根本沒有事啊 根本沒見過面 謝謝你的分享 給我們觀眾一個很好的案例 請問你有什麼忠告 可以跟我們的觀眾說嗎 千萬不要相信180 長得像孔劉的小哥哥 是這個個問題嗎 還有不要相信 不要把高額獲利穩賞不賠的頭子